Hello,大家好,我是老崔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按三条如何拿价值的详细思路 让我们一起看看相关的一手牌 翻牌前,枪口碑拿到K10黑桃 加注到三个大盲 枪口碑开持的可能范围是 口袋6以上,A3铜花以上,90铜花以上,腿疤铜花 圈钩不同色以上,A10不同色 我在Hijack位拿到口袋4 选择保守的跟注 面对枪口碑的加注 六人桌的Hijack位一般采用要么3bet,要么7盘的策略 如果3bet,那么3bet的范围应该是口袋9以上 圈钩铜花以上,K10,A10,A5铜花 AK,A圈,K圈不同色 我现在选择了跟注 强牌的范围基本上被排除了 保守的跟注范围可能像是屏幕上看到的 主要是些小对子 小的铜花连排和AX的符合 其他排手棋牌 现在是二人底池 7.5个大盲 翻牌4,3,K 两张红桃 枪口位中了顶队 低脚一般 有个后门花的机会 枪口位持续下注五个大盲 三分之二底池 从我的视角看 枪口位的下注范围还包括什么样的手牌呢? 应该还有口袋A的超队 口袋K的按三条 铜花听牌 口袋钩 口袋圈 口袋10的第二大对子 还有一些带A的小的顺的听牌组合 比如A2或者是A5 我幸运的击中了按三条 很隐蔽的强牌 虽然牌面上有铜花听牌 根柱埋伏还是首选 从枪口位的视角看 我的这个根柱代表了什么呢? 更多的应该是铜花和顺子的听牌组合 李池现在是17.5个大盲 转牌 红桃勾 这张红桃对我是不友好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使得铜花听牌到位 我的范围内有很多的铜花组合 对手可能会因此放弃转牌的攻击 果然枪口袋停止了攻击 选择了过牌 从我的角度看 这个过牌的原因就有了两种可能 一是对手担心我中了铜花 二是枪口袋中了铜花 过牌埋伏我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毕竟好不容易中了鞍三条 选择权转移到我手中 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下注 下注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拿价值 第二造大底池 为合牌的操作做准备 第三测试对手的牌力 第三个理由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 因为对手无论是否坚果铜花 或是大的鞍三条 跟注和加注都反映不了真实的牌力 我决定下注半池 8.8个大盲 枪口袋还是顶对 有一定的摊牌价值 选择了跟注 比池现在是35.1个大盲 合牌黑桃二 枪口袋继续选择过牌 我不太确定对手是否用铜花 按三条或顺子过牌埋伏 过牌看摊牌 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下注是必然的 那么下注多少呢 这里有四个选项 在我的思考范围内 第一个选项是 三分之一底池 12个大盲 对手的顶对若踢脚 应该会跟注 顺子或铜花会加注 第二个选项是 二分之一底池 是7.6个大盲 对手的AK 或两队的排列 应该会跟注 顺子或铜花会加注 第三个选项是 三分之二底池 24个大盲 按三条 顺子或铜花 应该会跟注 坚果铜花会加注 第四个选项是 满池 基本上也就是拳下 对手的铜花 应该会跟注 坚果铜花会加注 当然 如果对手认为我炸糊 很有可能用AK抓炸 这里我选择了下注半池 是7.6个大盲 对手快速跟注 亮出凯石 我的按三条赢得底池 从这手牌中 我们可以看到 按三条拿价值 最主要的步骤 还是在转牌 合牌下注的尺度 要根据公共牌面 灵活调整 你对按三条 如何拿价值 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拜托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